大家好,我是马丁 有网友留言提问要如何分辨白银是真的还是假的 今天的影片就要来探讨这个话题 我手上拿着的是美国Scottsdale铸币厂铸造的银条 这是我几年前买的银条其中一条 纯度是99.9% 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些黑色的硫化物 这个手环是我在网路上用150元台币买的 在手环的背面有一个S925的刚硬 S925代表白银的含量有92.5% 但是市场上的假货很多 今天就要来验证它到底是不是真的 右边这一枚是仿造的澳洲袋鼠银币 我们先用一个强力磁铁来对这些物件测试一下 仿造的袋鼠银币一下子就被吸住了 这代表这枚假币是由顺磁性的银白色金属制造的 可能是用镊或者是用不锈钢 接着我们把磁铁放到银条上看看会发生什么 由于白银具备抗磁性 磁铁完全吸不住 而且在将银条倾斜的时候 磁铁会缓缓地滑动 最后再将磁铁放到手环上 手环一样吸不住磁铁 但是在转动手环的时候 磁铁滑动得相当快 跟在银条上的表现不一样 接下来我要用小苏打与铝箔纸来制作洗银水 如果洗银水可以除掉银手环上的黑色氧化物 那就代表它的表层确实是白银 先将铝箔纸铺在容器内 接着在铝箔纸内加水 你可以直接加热水 而我是打算在炉子上加热 因此水加的比较多一点 在水中加入适量的小苏打 如果没有小苏打 也可以用食盐来代替 我们先放入银条来当作对照组 这种洗银水的原理就是利用氧化还原反应 让白银表层黑色的硫化银与铝和水反应 生成纯银 亚硫酸铝和硫化氢 这个反应导致硫恢复成原来银的金属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放入的银条 在浸泡几分钟过后 确实变得更光亮 我们把手环放进去试试看 手环 但黑色的部分并没有恢复成银白色 我们再将银条和手环拿到灯光下仔细比对 没有洗过的银条在色泽上偏黄 从侧面看更加的明显 而手环就像是没有任何改变一样 为了确认手环并不是同度银的假货 我把手环给剪开来检查 它的切面依然呈现银白色 我决定把剪下来的一小块角落拿去熔炼 银的熔点大约在1000度左右 需要加热一段时间才能达到这个温度 如果是铜 熔点大概在1300度 我的喷灯应该无法将铜融化 结果只用了三分钟 这一小块手环的边角料就融化成液态了 而且就算是我停止加热 也无法用镊子完整地夹起来 这代表这个金属的融点非常的低 将这坨金属转移到烧杯中 它依然呈现银白色 所以我怀疑它可能是锡的合金 为了彻底检查它到底有没有含银 我使用硝酸去溶解它 一接触到硝酸 这些银白色的金属颗粒就变黑了 最后我加入一些食盐到硝酸里 如果硝酸有溶解掉白银 那就会立即产生银白色的氯化银 但是在加入实验后 什么都没有发生 证明了这个手环 就是一个用锡伪造的音式 希望这支影片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